崔夫人 请起吧 谢娘娘 今日传你进宫 是想为你家的千金 说一桩亲事 哀家也做一回媒人 皇后娘娘亲自做媒 臣妾真是感激不尽 不知娘娘 所提的是哪一家的公子 郑德泽郑尚书家公子郑恒 此人与崔莹莹堪为绝配 崔郑两家本是门当户对 必成就一番千古佳话 这是再好不过的事了 只是臣妾是父道人家 并不主事 且等我家相国大人回来 所以他知 你可知 相国与尚书 因政见不合 所以互存积怨 这也是我朝廷的内忧 如果崔家和郑家联姻 方可化干戈为玉伯 望夫人 以大唐的江山社稷为重 你们说什么呢 刘兄 刘兄来的正是时候啊 您是有所不知啊 昨夜嫦娥下凡 亲手为张先生刺绣 冤阳共争 艳赋不浅 艳赋不浅啊 艳赋不浅 我当是什么稀奇物 原来啊 是两朵破花 看着针脚手法 肯定是艳娘所为 艳赋不浅 艳赋不浅 近日 你可要多注意小姐的言行 亦有什么风吹草动 赶快向我回报 放心吧 夫人 艳娘一定把她盯得死死的 我跟你说啊 我刚才端茶去书房的时候 偷偷看了那书生一眼 哎呦 那就一个疯狂 你们又在说张公子呀 是啊是啊 整个极仙殿都没有比她 更风流体躺的 说也都不行啊 真的啊 你们都不知道 那日她与老爷议室之时 呦 正金微作 目不斜视 一点也不怯懦 好神气呢 真的 真的 不相信你们自己看看呢 说什么呢 说什么呢 又搅什么舍根呢 真是 我们家小姐的饭准备好了没有 准备好了 红娘 夫人吩咐 让你陪花狼去玩 我去给小姐送饭 我怎么没接到吩咐 怎么 难道还要夫人亲自来跟你说吗 过来过来 笔里的 快过来呀 你们几个再次调笑成何体统 我知道 你们又在谈论什么书生 什么将军的 我可告诉你们 别在这做什么春秋大梦 丫头从来都是配小丝的 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还愣着干什么呀 干活去呀 是 小姐吃午饭了 怎么是你 红娘呢 夫人拆塌给欢郎买东西去了 小姐快趁热吃吧 不然的话 夫人又该怪罪我了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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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仔细 小姐 快开 姑娘姐姐 这个面人像不像上次救过我们的杜哥哥 小公子 真有眼力 两文一个 皇娘姐姐 快拿银两 我要买 买个面疙瘩干嘛 得两文钱呢 不买了 不行 不行 我就要买 他是杜鹊哥哥 我以后还要跟他练剑 好好好 随你 买给你 买了买了 姑娘 两文一个 我要两个 拿着姑娘 皇娘姐姐 你也喜欢杜鹊哥哥 哦 我知道了 你也想跟他练剑 哦 对啊 我也想跟他练剑呀 走 买宝剑去 买宝剑去 昨日 皇后娘娘召我进宫了 哦 所为何事 但说无妨 皇后娘娘 为我们家莺莺提了一门亲事 哦 皇后娘娘所提的是哪家公子啊 不知能否配得上我家莺莺 皇后娘娘 皇后娘娘眷顾崔家 她为莺莺提的这门亲事 是 兵部尚书 正得责之子 正衡 哼 我翠玉之女 咱能嫁于蜀辈之子 哼 岂有此理 老爷 您行 来 爷娘 来来来 你过来 来 我告诉你这绝密之事 张公画了一张画像 真的 来 她画的是樱莺小姐的画像 画像就在我这儿呢 快打开 这 这 这这是 这刺胆包天 我早就看出来了 这个张公 他就是一个轻薄的书生 这些识文断字的人 没一个好东西 母亲 是 夫人 小姐养的双素生七蝶 已经孵化出来满天飞了 夫人何不一步蝶棚 去看一看 侯娘退下 是 母亲 海儿不知做错了什么事 引得母亲如此大动肝火 你已经到了如花似玉的年纪 极贤殿中的那些轻薄书生 定会心怀不轨 你弃不可与他们有过多往来 你更要懂得自重啊 母亲是何意 孩儿不懂啊 你以那极贤殿殿中的轻薄书生 所对的情诗 还有画像就在我的手中 简直淫乱不堪入目 此时我定刀告知女傅 是 帮你好自为之啊 小姐 不知刚才夫人 因何事生气啊 母亲发现张生 在这蝶棚里写的永蝶诗句 又有人发现 有一书生 私自画了我的画像 说是每日藏在枕下 我想一定是她 我敬重她有紫荐之才 不想她却 却是如此风月轻薄之人 母亲说要去禀告父亲 我该如何是好呢 如此说来 那张公果然轻薄 我请老爷 致我之家不言之罪 夫人 何出此言呢 为妻之道 不外乎相扶教子 但是今日我至家不言 让此等言行轻薄之人 激进我家女儿 又做出了此种银鞋文章和画像 难道还不该治我的罪责吗 对 她不思计 不 cars 也不肯定了 不可能 百物深 难为她一片心意 哎 红娘姐姐 你方才所说的 什么诗 什么画 小生一概不知啊 难道 你没有为我家小姐 做过一幅画像 画像 小生确实有一幅画像 不怕拿给小姐看 怎么 怎么找不到了 好啊 果然是你 看我回去禀报了小姐 再来与你算账 哎 红娘姐姐 刘大总管 你走路长眼睛啊 张公 相国大人请你回誓 夫人 你说这诗文 真是银邪之作 可通篇读完 未见半点银邪之一啊 虽不见银邪二字 但是这男女之情 无眉寿之言 互通款曲 这不是银邪 又是什么 夫人请可放心 张公人品财学 我都一一做了考证 死这等人物 胸中自有 金绣文章 中军爱国 发乎情指乎礼 断不施银邪之人啊 相国爱财之心 我是知晓的 男女毕竟瘦寿不欺 让他们再这样胡闹下去 我相国府的颜面 何存呢 夫人的都已经有了 不施银邪 我看了 是 人们才能认识 你会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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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夫人 小姐 我刚才痛痛快快地 把那书生狠狠地骂了一顿 骂得她是哑口无言 她也承认了 她确实是做了一副银画 小姐 你真不应该对她这么好 还给她缝补衣衫 以后不要再理回这等轻浮之人 不再理她 倒也不是难事 只是怕此事 让父亲动了怒 伤了身体 父亲整日为朝政操劳 岂能再因此事去搅扰于她 红娘 你吩咐厨房准备些参汤 我要给爹爹送去 嗯 人有个日子 你可以洗潮 你去洗潮 再iteit 你乱动了 他就安全了 我去洗潮 你自己去洗潮 就去洗潮 给云 我去洗潮 困起 不过 我去洗潮 长官 这是否是你所做 启禀大人 此乃笑声一时狂妄 请大人恕罪 诗文化作甚妙 才情不凡 但是老夫劝你 还是要把心思多多用在学业上 以便日后出将入相 为朝廷相帝 老夫最近政务繁忙 对极贤殿内门声的文章无暇批复 你进来就留在这里替我批复文章吧 是 夫人请 最近 你要多多注意小姐的动静 不可让她再与张公子相见 放心吧 夫人 那个浪荡公子若是再敢露面的话 我便叫金泉带几个仆人痛打她一顿 看她还敢不敢再引诱梁家小姐 我会说 不愿重 我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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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愿重 爹爹 女儿给您送参汤来了 女儿给您送参汤来了 小姐请留步 爹爹 小姐不见小生 定是因画像之事误会了小生 误会 母亲 与姑娘都对我说 你为我做了一副银血之画 还能有假 怎么说是误会 小生 的确是为小姐作画一幅 但实属对小姐的仰慕之情 而做得写实之作 相国大人也看了这幅画像 也并未看出半点银血之意 还将此画像还给了小生 画像此刻就在这里 不怕小姐查验 此画 是公子何时所作 那日在朴秀寺 莲花池边 得见小姐 真是惊煞了小生 回到西轩仍夜不能寐 小姐的一颦一笑 不时浮现于脑中 于是 才齐笔画就了此相 只是 未能争得小姐音韵 便胡乱作画 还望小姐息怒啊 为何夫人最近总是崇尾不展的 有些事情 我看你还是不懂得好 但是高分之后 修圣 夫人 书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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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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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刚才家母一番严厉 倒让小女心里过意不去了 崔夫人爱你之身 可以体谅 小生 多谢小姐 多谢小姐为我缝补衣裳 只是不知 为何要在衣服上 绣上病地莲花呢 我只是一时兴起 才绣了这个 公子不必太介意了 小姐为我 绣的那朵病地莲花 十分美丽 小生自诩读书万卷 明白病地莲 为情所生 为情所哭 一只如若枯子 另一只必不存于事啊 公子取笑了 小女子并不懂得 公子所说这些风雅之事 我想 我想许是不救 不救死烂泥堂里那双鞋 生了根 发了牙吧 小姐 胎盛草木深 夜落秋风随 八月 蝴蝶舞 七元 立意飞 双鞋 双溪明月般 相依 群星配 祭云 知音乐 童心 终莫 为 双宿双七点 你们何时才能双宿双七呢 刘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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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不是恭维我吧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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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公子为人谦虚 求己有高 是我等学习的楷模 是啊是啊是啊 这样吧 今天晚上聚仙楼我做东 大家痛饮几杯 不醉不归 好 好 好 你们也来啊 那个张鼓来了 张兄 张兄 小弟此处友谊语句不是明了 还望张兄不吝嗣教啊 好 你们看这戏若出生 首富鸡之力 连捡个球都费劲 还要败在相国门下做门生 我看他呀 也就是以饶舌之能 将相国大人蒙蔽 对 是啊 蒙蔽了 我等今天就是要教训教训你这等 投机取巧之辈 色中沉沦恶鬼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怎么 前几日 你将我的东西私自交给相国大人 我都不与你计较 今天 你有如此羞辱于我 那又怎样 我看你 有本事我们在出局场上 一决高相 你干什么 是啊 有事 放开我 好 数子章虎 你可敢应战哪 有何不敢 我弟要在球场上 将你这无耻小人 踢得落花流水 好 我不与你斗口 我们就在球场上一较高下 有谁与我一对 我跟刘兄一对 我也跟刘兄 我跟刘兄 我跟刘兄 打败这个爷小子 等着说吧 就说定了 就说定了 刘兄 我们去刘兄 无赖泼皮 一多七少算什么大招负 改日三村学场上 定将你们一个个 踢得落花流水 书呆子 怎么了 难道被本姑娘骂了一顿 就自残了不成 红娘姐姐就不要再许笑我了 小生已经够狼狈的了 你为何把自己弄成这样 难道是被人当贼 抓去打了一顿 不说也罢 不说也罢 小秀才脾气倒是挺大 也罢 本姐姐也不戏弄你了 我来是给公子带了一个消息 公子是否愿意听啊 不说也罢 反正今日也没遇到什么好事 本来是我们家小姐 让我带话给你的 现在看来我只能回去 禀告我们家小姐 公子不愿意听了 红娘姐姐 公子无礼 小生一时兴急 请姐姐恕罪 免了吧 小姐让我告诉公子 画像之事是个误会 不可怪罪于你 小姐派我来 是向公子赔罪的 不过我已经原谅你了 你大可不必为此事担心 真是伶牙利嘴啊 小生说你不过 公子 你真的遇到意外了 看不出来呀 你这样的文弱书生 也会与人打架 只是一些 泼皮无赖之人罢了 不足挂齿 谁欺负你 你告诉我呀 本姑娘替你做主 就当还你个人情 红娘姐姐 此话当真 本姑娘一言九鼎 当然当真 那红娘姐姐 你可知道 除了急贤殿的门生 在这相府之内 还有谁擅长促居啊 可向小生引荐几位 你要参加急贤殿的促居大会啊 你也知道促居大会 当然了 急贤殿每年都会举行促居大会 到时候有很多人来观看 我家小姐也会看比赛的 那红娘姐姐 你可知道 每年的促居大会 谁踢的比较好 嗯 翔宝 宝叔 嗯 听燕娘说 宝叔倒是踢的一脚好促居 要不问问他 可是宝叔 嗯 罢了罢了 但是我们现在还少一个人呢 你到底要与何人比赛 极仙殿主管 刘玉 就是那狂妄自大的刘玉呀 我早就看他不顺眼了 哎 你们这场比赛一定要踢赢 好好晒晒他的气眼 可是我们现在还少一个人呢 嗯 这 哎 翔宝叔 请留步 张公子实在不敢当 叫我翔宝就行了 张公子 有何事啊 我听 红娘姐姐说 香宝叔 你踢的一脚好促居 想当年 你是郁满京城啊 哎呀 那些都是以前的事了 不提也罢 过几日 就是向国府 每年举办的促居大会 求香宝叔 帮帮小生 与集闲殿的门声 比试比试 张公子 千万不能这么讲 以前 我都是跟 下人们比试 还从来没有跟 集闲殿的书生们比试过 我就怕 冲撞了门声 有失礼数啊 这促居大会 又不用讲求什么礼数 有何不可 请香宝叔 这一次 一定要帮帮小生 承蒙张公子看重 香宝一定全力以赴 公子放心 只要有我香宝在 定然踢得他们落花流水 多谢香宝叔 鼎力相助 小姐小姐 我告诉您件有趣的事 什么事 那张公子和刘豫打起来了 什么 打起来了 嗯 张公子他没事吧 没事 就是流了点血 什么 张公子他流血了 哎呀 早没事了 只是可惜啊 弄脏了那间 绣着病地莲花的外衫 他们是为什么打架啊 这个还真不知道 不过不急 这仗还没打完 还有得看 还在打呢 那 那你为何不叫下人 把他们拉开呢 看吧 小姐你急的 小姐是不是怕那刘豫手太重 打坏了那翘书生的脸 以后就不中看了 你这红娘说的什么话 都这个时候了还胡说八道 我看我们得赶紧去找母亲告诉她 让他们别打了 哎哎 小姐你还真相信呀 不是不是 他们是要在醋聚大会上一较高下 哎呀 不好意思 不行啊 不行啊 这不是红娘吗 张公子一定 哈哈哈哈哈哈 张公子 我肚子疼 实在是憋不住了 宝叔 怎么这样呢 你这到底怎么了 老管家 你的脸 怎么憋得通红啊 宝叔 宝叔 我们现在马上就要上场了 你说我们两个人 怎么能对付他们三个人呢 就是啊 宝叔坚持一下 嗯 老管家 茅厕就在附近 所谓使来如山倒啊 这憋是憋不住的嘛 憋的嘛 难道是 偷吃坏了肚子 那就请开始吧 忍输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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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队三人不许推拉 不许故意伤害对方 一方为攻一方为守 说防呢互相攻守 攻入球门多者为胜 你还没人 现在比赛开始 这边 宝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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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公子 我实在不行了 宝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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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走啊 走啊 宝娘姐姐 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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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姐今日对小生不理不睬 不知小生何处得罪了小姐 如有不周之处 小生在此先行赔罪了